北漂了八年以后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我爸离家近的话 还是有些道理的 就是因为在北京 真的很难立足 很难立足 房子就买不起 我现在住的那个房子 租还可以 买的话 十几万一瓶 天哪 我这辈子都买不起 除非它能散卖 如果这个房子能散卖 我一定努努力买一瓶 晚上回去站一站 也算在北京 有个立足之地了 四十平的房子 一推门进去 发现已经站了39个人了 还有我在北京呢 最佩服一种人 就是黑车司机 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他们嘴里说出来的 永远都是 差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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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哪了 差一位 差一位走了 老弟走不走 差一位 我就特别纳闷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就是车里永远正好差一位 我就特别烦黑车司机 这么骗我 有一次我回家比较晚了 没有赶上公交 我就跟着一个喊 差一位的司机 走到他车那 我打开后车门一看 一个人没有 我是第一个 你们一般人 这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可能就骂他 骗人不做了 对吧 但我是个脱友秀演员呢 我一句话就让司机木那儿 我说 哥几个往里窜一窜呗 谢谢啊 然后就坐进去了 然后瞅了我司机 走吧 都满了 哇 这一路车里非常的安静啊 就是他也不跟你聊什么国家大事 就是一边开车一边抽烟 然后等快到地方了 我从兜里掏出十块钱给他 刚要下车 大哥把我一把拽住 不对啊老弟 你这四十 我说 哎 上车的时候不说好了一二十块吗 然后大哥臭口烟 他们说把钱都给你了 好 谢谢大家